哈囉大家好,這裡是星期日忍究計畫,我是二日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原本台北創藝文劇展呢 應該是在暑假的時候會辦的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就延到了10月 但因為實在是因為疫情瞬息萬變 目前也不太確定會不會真的如期的舉辦 But,大家,我搶先收到了蠻多 我覺得他們長得挺好看 但是又真的很有實力的這些新聞劇們 我們就一起當作是搶先逛台北創藝文具展 一起來看到底有哪一些文具吧 首先我們先看到的是 大家有看到這個小標章嗎? 沒錯,它是今年2021年有獲得 日本文房巨大賞的這款螢光筆 它的牌子是SUNSTAR SUNSTAR,不知道大家... 我怎麼唸得這麼爛 SUNSTAR,對 SUNSTAR這個牌子呢 不知道大家... 我覺得應該或多或少有印象 因為它蠻常出現在文房巨大賞的 我覺得以事物用具來說 他們真的還蠻求新求變 而且一直都有一些新的設計 然後說到SUNSTAR的話 我自己本身呢 有一台這個 之前放在IG上面 收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評啦 這個圓角器 它應該是第二代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螢光筆 那時候一上市的時候 其實還造成了一點話題呢 因為它長得不是那麼一般 它長得一副是... 就是我不是好惹的角色 是一個二刀流的感覺 所以我看到它這個地方這樣子 二刀流在這裡 我們來看看 它到底會不會很容易回到 看是不是跟索儒一樣 畫重點... 畫重點... 真的不太會用到上面那個耶 你們看我這樣隨便畫 那如果用到它的話 我可能就這樣子一直轉 是不是就是可以寫字吧 我們撇除它就是二刀流的部分 我不太確定孩子們會不會有一點害怕 但是比我想像中的 你看喔 因為我覺得它會這個設計 就有時候 比如說我們在畫重點的時候 對不對 有時候可能會想說 這邊想標注一下 然後其實真的只要像這樣 一秒鐘 就是一種 TURRONG 一秒鐘 然後你一刻可以 在這個上面 有一個你自己的小助記 比如說你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 三個顏色試了一下 我發現它的那個 細緻的那個筆頭好像是0.5吧 然後它那個筆頭呢 的顏色很顯色耶 就是不像是 上面這個小 這個黃色比較小螢光 但它下面像這個黃 這個黃 我覺得蠻深的 我新的是很 呃 至少是看得到的黃 大家知道有時候有一些黃筆是看不到的 再來 我們看到這一個 Everybody 我真的跟你們說 我用了 我那天一收到 然後用了這個 我真的 我有點嚇到 哈哈哈 可能是我沒見過什麼市面 但是 我一定要跟你們說 因為它一樣是有的過 日本國防區大廠 而根據這個研發先生說 它研發了至少五年的時間 單手自動切割膠帶台 這個東西我 呵呵 我跟大家說我太有感了 懷 就是因為 呵呵 我應該有跟大家說過 我之前有在成品上過版嘛 然後 大家知道在成品上版的時候 就是 你必須要具備一個技能 就是你必須要包Sample 就比如說我們可能會 要拆一些文具啊 或是拆一些書 拆給大家打開 想說 喔裡面長這樣啊 的那個Sample 的時候呢 我們外面呢 當然都會包上一個 OPP帶 真的是要是我 那個時候 有了這個的話 我真的就會 少摸很多次姊姊們的手 哈哈哈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 每次都 看他們在貼 我就想說 欸我就 我就把他們說 我說你們手是沒有指紋 是不是 你們手 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總是可以 就是不留下指紋 然後貼好書衣 對這個透明的在講 我的指紋就是滿版 然後結前本的指紋 它是一點點而已 給大家看一下 它實際是怎麼使用的 好假設我現在 想要黏這裡好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 你要做的事情 我就這樣拿著它 然後把它像這樣 有沒有 這樣的聲音 然後再來就是這樣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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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一直聽到聲音 一直聽到 然後 什麼時候要結束呢 什麼時候要ending呢 要ending的時候 你只要這樣 拿起來 它就會ending了 前陣子其實有出一種 是這樣 你要這樣卡卡卡卡卡 然後就會變得很長很長 然後你要再按一次 然後才卡 然後你只要再拿著那個 那個膠帶嘛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還蠻適合紙膠帶的 但我覺得是透明膠帶的話 真的非常適合這個東西 尤其是我們要 比如說我覺得 像是包裝禮物 有時候包裝禮物 你看 就是你在這樣子在幫忙對不對 其實你的手已經很忙了 就是你一個手要這樣壓著這邊 另外一隻手要是可以 它直接就直接這樣子 劃過來的話 就你的手 完全不會碰到那個透明膠帶本人 尤其我這雙手 在弄透明膠帶的時候 很常會就把它撕下來 然後有時候可能不小心撕太長了 他們就會因為風 然後他們就會這樣彼此 那個透明膠帶就彼此這樣子 束縛跟擁抱 然後他們就會這邊 你知道大家知道我來說什麼嗎 然後它就會有點這樣 給你這樣揍進去有沒有 然後有時候你要這樣把它摳出來 都還摳不出來 但用這個 它就是整個是平整的耶 再來第三樣 是這個 我想應該大家家裡可能都會有一個滾輪的小材刀 那這個小材刀跟平常我們家裡的小材刀 有什麼地方不一樣呢 我覺得它其實多了還蠻多細節的 好的 這個屋野高校的配色呢 是我之前買的 這樣子一放下去 應該立刻可以感覺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看它的裁切線的部分 有在內裡的部分 就是在這個裡面呢 它就有用了一條紅色的基準線 你們真的是不要小看這個基準線 因為要是有用過這種的滾輪的這種材刀的話 就會發現每一次在切東西的時候 你其實心中會想說到底是以哪一個東西為基準 它因為體積比較小 所以它這邊的刻度走到7公分而已 但它卻在下面設計了這一個小尺 可是我要裁這一張紙好了 我想把它裁成9公分的大小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就把這個紙呢放來這邊 然後我就可以量說 喔9公分在哪 喔好我就看一下 喔好9公分在這 我這樣踩下去的話 我就獲得了一張旁邊的這個寬是9公分的紙 就是它明明體積比它小 但卻比它長 又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紅色的線 有很大的差別吧 你們看 接下來我想要留哪邊 我就把它留在這個紅色線的右邊的位置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這個這個很棒 你們不覺得一目了然嗎 好放上去之後 來我們來試試 會不會需要很大力 輕鬆 四張我們來感受一下有沒有良好 我這個紙也比較厚一點 不是一般A4的紙 我們來試試看 OKOK啦 OK到現在這樣都還挺型的 我覺得它就是為人處事看起來蠻低調的 但是它又長 然後本人又利 可謂是一表人才 接著第四樣 圖NOTE 筆記本大家有沒有覺得看起來蠻熟悉的呢 因為應該有蠻多人分享跟使用的 它的標榜就是可以超級自由的 讓你自己組裝你的筆記本 所以可以看到我正先錄了一個 選擇T當中 後來選了一個我自己覺得非常大膽的 藍綠撞色 再來選完封面封底之後 有看到我立刻刪除了這個選項 要選擇的是這個環 大的環可以裝到80張 我的紙小的環是50張 我這樣的交叉比對之後 後來還是決定選個透明的吧 再來臉裡面的內頁 我看了一下我選的這個是方格的 然後我另外一半想要配的是空白頁 我真的覺得就是這個環 我一直在組裝的時候 我一直不小心的一直不停的玩它 就有一種大豬小豬落育盤 好就這樣玩的之下呢 這個筆記本輕鬆的組裝好了 你們看它可以非常輕鬆的 就把這個內頁拿下來 單獨做使用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既保有了 活躍筆記本的這種自由性 然後又比活躍筆記本更簡單 再來這支自動鉛筆 我在IG上面好常被問 因為就是它長得美 而且使用上面我真的覺得蠻好用的 不太容易會斷筆心 現在尤其是這個時候 我們何不就一起來寫一頁 把你我他心中這個共同的甜蜜的煩惱 一起來把它記錄下來吧 好拿出來的這些鈴鐺 我手上的這些跟剛剛的自動鉛筆是同一個牌子 一來標籤非常好私下 二來你們不覺得它這個鼻聲設計非常搭氣嗎 再來我要講一件我真的有被它嚇到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因為我本身呢 就是已經有些弄過剛剛自動鉛筆打過底了嘛 所以其實我在描這個黑邊的時候 是完全不需要有任何思考的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我其實筆速上是比較好看的 就是非常快地在進行這件事情 但是它整張我在寫下來的時候 整頁我都沒有任何地方有回到的痕跡 覺得這個墨水它是滿素乾的 這個事情真的讓我覺得這整套筆非常非常的加分 非常敏感 就這樣做了 就是這樣做成功的 我得到這個東西 是不是小營 你這樣做得很棒 這個東西 我是兄弟 就這樣做得到 剛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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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後再來是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隨便留言,什麼感想都可以 然後就是我會在一定的時間內把它抽出來相關的抽獎的詳細資訊呢 就請大家再去關注一下我的資訊欄 再來還有其實Urban Prefer小編 還有寄了其他的一些也算是比較事物型的一些文具用品給我 那些我會在IG上面開箱,那照這個小編的這個慣性呢 我又一樣的包了色,所以在IG那邊也會有抽獎 就請大家也到時候再去關注一下我的IG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希望大家都有看得開開心心的 然後今年的這個台北創意文具展呢,我覺得我可能會錯過了 但是我相信你們應該會幫我逛起來的,對吧? 到時候請務必一定要再跟我說一下感想喔 我們下次再見了,大家,掰掰!